男子身穿灰色外套 背着鞋背包走出商场大门 跟着远警的脚步 自己打开警车车门坐上去 但就在刚才 他涉嫌在卖场偷东西 被逮个正着 事发在六号傍晚五点多 这名成姓男子来到新北新店 一间大卖场购物 拿了三瓶饮料结账后准备离开 但这时门口的警报器突然大响 保全随即将人拦下 报警处理 果然在他的背包里 搜出两件长寿上衣 还有七双金属块 价值约两千六百元 但更夸张的是 这名男子的身份 竟然是台北万华龙山派出所援警 他声称东西放者是忘记结账 被保全拦下才发现 本分级侦办严警违法违纪案件 目前本案业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 侦办将全力配合检察官侦办 平常协述犯案打击犯罪 这回却一切到现行犯坐上警车 警方讯后无保请回 择日继续侦办 但无动行为 已为自己和警局增添负面形象 拒绝这么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市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